好,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个ZBush 4R4的两个功能 那一个是DynamMesh,那一个是QRemeasure 这两个功能都非常的好用 那DynamMesh是在ZBush 3.5的时候好像就有人了 那QRemeasure是ZBush 4R4的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或者可以称它为自动拓扑,自动布线的一个功能 那它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用 怎么用法呢,我们先来解说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LiteBox,我们使用一个里面Project里面的一个模型 这个球体的一个模型 好,我们使用这个模型来做讲解 那可以看到这个球体的模型呢 打开来的时候,它就自动把这个DynamMesh的功能是打开的 好,那如果你是自己雕刻的模型的话 你就必须是自动去点击它 把它打开的,把它处于是这个橘色的一个状态 好,那这个DynamMesh呢,怎么用呢 它最主要的一个的使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跟传统这个细分这个subdiff是不太一样的 传统的细分呢 比如说我在雕刻 我在进行这个基础模型建构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在刻画一个角色的一个人头 比如说我要拉一个,把这个脖子拉出来 好,当我把脖子拉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这个脖子这地方呢 面数已经有点不太够用 有点不太够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以往我们的做法都会使用这个细分就是subdiff 来增加它一个面数 不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会把整体的面数呢 不断的往上去增加 就会造成系统上的一个负担 不过这个DynamMesh呢 我先回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DynamMesh的一个用法就是说 它会把整体的面数呢 维持在一个解析度 比如说我这边值,我把它设64 它的值 它的面数就会维持在一定的 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现在是处于DynamMesh的一个 功能 那我就可以使用Ctrl加滑鼠的左键 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画一下 好 我们先回复原来的一个 回复原来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使用一次 Ctrl在空白的地方 加滑鼠左键在空白的地方画一下 它就会帮我重新去整理这个模型的面数 我们原本可以看到这边原本的一个布线 是有一点 已经不太够用 而且它已经被我拉这个线的结构 面数 这个面 然后点面线的一个结构 已经被我有点被我破坏 如果使用这个DynamMesh呢 它就会重新的再帮我去整理这个 网格 这个模型的面数 使它重新均匀分配 所以这个是DynamMesh的一个用法 就是说 我在做模型的时候 就可以不断的去拉 所以这个很适合在做 基础模型的一个架的形体 比如说我在做一个基础模型的时候 我就可以不断的不断的去增加 不断的去整理我这个模型 好 当我拉到 比如说 觉得要整理一下我这个模型的一个布线的时候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Ctrl加滑鼠的 滑鼠左键的一个做法 这个非常适合用这个 再拉这个基础 模型的一个架构 不过它这个 模型的布线的走向是均匀分布的 不会根据我们的一个 模型的结构来做走向 所以待会我们讲到这个QRemensure这个功能 就可以定义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定义这个 模型 布线的一个走向 所以它这个功能是在这里 那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值呢 它给它降低的时候呢 当然 我们 这个模型 当然就是说 解析度 这模型的面数 我们再画一下 这模型的面数也会跟着变少 好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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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这个值的一个用处 当然这个值越大 这个 面数 就会越 越大 好 好 这个是Dynamic Mesh的一个功能 就是重新整理 好 我的模型的一个面数 好 所以整体的模型的面数都会很均匀的分布 好 也会维持在一定的一个 的一定的面数的情况之下 好 去做 做基础的模型的一个造型 好 所以当你要在 细 当你要在细 在细 在做更细致的部分 部分呢 好 你就 越做越细的部分 好的情况之下 你就 好 之后慢慢的 不断的把这个解析度呢 值呢 给它调 调高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你在一开始 你在做这个概念基础的模型的时候 再调整它的一个 形体状况 形体架构的时候 你这个 解析度呢 不用 不用调的太高 好 这样才不会 一样好 才不会造成 这个 嗯 操作上的一个负担 好 系统上的一个负担 好 那另外 Dynamesh也有一个好处 好 Dynamesh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可以把两个 不同的一个模型物件呢 把它融合在一起 比如说 我使用这个 Insert Cube Dynamesh也有一个好处 或者这个 这个 Insert 这个 Cilling的好 在这个地方呢 好 这两个 这两个不同模型物件的 比如说 这两个本来是不同模型的物件 那我待会用这个Dynamesh呢 那我待会用这个Dynamesh呢 要把他们两个 这两个模型 把它融合在一起 一样哦 在这个 空白的地方哦 Ctrl 加滑鼠的左键哦 画 画两下 好 就可以发现 诶 这两个 模型物件 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我们再按 这个 回复来 按度来看一下这个 好 你看 这个 哦 就可以融合两个 不同的模型物件 那 而且这个 形状都还会 这个 轮廓啊 这个外形的 模型的 嗯 结构 这个外形都还会保持 所以这个 嗯 功能呢 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 我可以 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 来增加其他的一个造型 好不用 不用说 一直拉 拉了很多 的一个步骤 好像 像这样 好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增加 我其他的一个造型 那 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用笔刷 笔刷来增加 好 这会 这个功能 这个Dynamic Mesh 这个功能都 非常的好用 好 那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 一边 一边刻画一边 刻画模型的一个 情况 然后就可以 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 使用这个Dynamic Mesh 来重新整理这个 模型的一个架构 模型的一个 情况 所以他的模型布线都是 一直都是会 帮你保持的非常的均匀 好 那 当你 在这个制作的一个流程呢 如果你不断的 进行 就是说 你当然会越做越 越精致 越做越 会越做越细的部分 当然这个Dynamic Mesh 还是会不够用 因为毕竟他还是 还是比较偏向于 概念模型的一个 就是说在你 在做模型的 出模的整体造型的时候呢 适合Dynamic Mesh 但是如果你 还要再进入更细致的 还要再进入更 细化的一个 雕刻的时候 这样的 布线走向 就会 就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Q Remeasure 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必须自己手动去定义这个 布线的一个走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ynamic Mesh的布线走向都是非常的 正正方方 正正方方的一个 的一个网格 很整齐的 并不符合我们这个 模型的一个走向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QRemeasure QRemeasure 配合这个 这个笔刷 我这边有一个 一样有一个QRemeasure 好的一个 笔刷 或者是用这个 拓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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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笔刷 这两个笔刷都可以的 那我们 使用这两个笔刷来定义 这个布线的走向 比如说 我希望我眼窝当然是一圈一圈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就是 就是在我眼窝的地方 地方画一个圆圈 好 那鼻子的地方呢 也是 地方我 好 那嘴巴的地方呢 我也是希望它是 一圈的一个架构 好 接着呢 呃 像这里 我希望它 好 这边 这边线哦 是这样放射 哦 放射状出去的 那 这个是这个法令纹这边的布线 当然你希望这个线的定义哦 如果是 你希望这个线的定义是 比较 完整的那你就 必须要 花些时间来做 做整理 那如果要删掉这个线呢 一样就 按掉 按这个 按这个 Auto键 按Auto键 把它画 画掉就可以 把它画一下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把它删掉 就可以删掉这个布线 好 那 比如说 OK 好 这边 呃 就不画得很细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 呃 希望 是一个示范 示范的一个 教学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功能怎么用 好 好 好 这边的线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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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概很简单的去定义这个线 好,接着我们来讲到这个 定义完之后呢 我大概讲一下这个Qremeasure这个里面的功能 这边有一个automask 那我点选这个automask的地方 我可以定义就是说 我需要面数比较集中的地方 面数比较多的地方 像眼窝的部分 鼻子的部分 然后嘴巴的部分 我希望这三个地方呢 面数是比较密集的 那这个density就是直越大 就是倍数 就是说这个面数是我定义原本面数的四倍 就是说这地方就相对会比较 面数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要像嘴巴啦 鼻子眼睛这地方 面数一定要相当的够 然后才会细致 好,那这个地方呢 是面数 像这个15就是乘1000 它每个单位是1000 如果1的话就是说我重新拓谱的时候 我的面数就会 整体的面数就是1000面 那2就是2000面 那如果是4就是4000面 那我先用最简单的一个1000面来做就可以了 那这个health就是一半嘛 就是原本模型 原本模型面数的一半 那same就是一样 那double就是原本模型的两倍 那我这功能我没有使用的时候 就是就是以我原本这边target parigon count 这原本1000面的面数为主 那这个qremature这个整体总total的面数是10万面 最多最多它就是可以支援到10万面数的一个部线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模型呢 不能qremature这个模型的一个功能 最多只支援到10万面数的一个功能 好那这个值呢 呃 值越大就是说 这个运算的结果就会根据你这个定义的面数来走 好那当然值越小它就会交给这个系统去做判断来做运算 好那我我值比较小就是说我希望呢 一开始然后是交给系统来做运算 然后这个这个我定义的这个部线 然后当为当作一个参考的一个部线 当作它一个运算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走向 好然后接着我按这个qremature来进行运算 好接着它就会开始运算 好运算结果OK 因为我我的面数很少嘛 我只是用1000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拓谱走向 就跟原先的不一样 我们看下 我们undo一下 看一下原本的一个面数 好跟 嗯 undo 好跟原本我重新qremature这个 的面数的一个 嗯 模型的一个走向 好如果我希望这个面数多一点 那我就比如说3000面 那我希望这个这个模型的这个走向能根据 好根据我的定义比较多的方向来走 我就给它定义高一点 好让它再重新定义一次 当然你这个面数越高 你通常运算的时间就会越久 好 所以这边 你要小心一下这个面数不要调得太高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它 它已经帮我们定义完成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这样的模型你再去做细分 好 就就就就没有问题 好因为 嗯 当你这个qremature之后呢 你就就不要再去做这个 嗯 dynamic mesh的的 的一个功能 因为你在使用这个dynamic mesh 这个功能喔 它就会 就会再帮你做做这个平 这个网格 又就会重新再帮你做这个 嗯 平均分配 比如说 我在进行雕刻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使用dynamic mesh 我把这个dynamic mesh打开来 我把这个面数然后删掉 我把这个面数然后删掉 就会重新再帮我把这个dynamic mesh打开 所以我当 我已经这个qremature这个时候 我如果再使用这个dynamic mesh的话 它又恢复原来的一个 好 恢复原来的一个平均网格分布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就没有没有必要再用dynamic mesh了 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直接 直接进入这个细分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好 当你 这个qremature的时候 在细分的时候 在进行雕刻的时候 这时候 嗯 就会 这个所雕刻的部位 的细致度就会 相对就会比较 好 比较多 会比较够 好 面数 部线啊等等走向 然后就会 就会很正确 好 以上这个是 qremature 跟dynamic mesh qremature 重新 拓谱 重新自动拓谱 你可以去定义 拓谱的走向 那dynamic mesh 是整体 整体的 呃 模型 网格 然后是重新去整 做一个整理 好 以上是qremature 跟dynamic mesh 的一个讲解